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演肖战涨粉七位数 直接带动湖南卫视收视率飙升 打破偶像剧低迷多年的困局 数据如此好的剧 逃不过被人讥讽 流量明星不该踏足文艺圈 这里面说的是谁 大家心知肚明 更何况他还用了余生两个字 粉丝尬吹演技 这么明显的字眼 路人看了都不会有疑惑 肖战演技不行也就算了 杨子作为老演员 怎么也这样 这些都是导演洪水在微博里面说过的话 看得出来 他对肖战本人还是比较包容的 毕竟入圈不久 影视作品不多 一番比较之下 同星出道的资深老演员杨子 受到的质疑就多多了 在观众里 肖战的颜值无可挑剔 杨子的颜值和状态就差强人意 脸崩了 身材短板 看起来和偶像剧的女主角不太一样 导演吕莹没有说什么演员演技的问题 这一点官方媒体的文章里保留了最大的善意 作为新生代的两位高颜值演员 都还有成长的空间 宽容与鼓励会让他们有更多更好的可能 导演说 女主不一定就要多漂亮 这句话的高明之处在哪里呢 杨子的颜值在娱乐圈确实不顶尖 但是 谁又规定了女主一定要多漂亮 导演的话 似乎就解答了大家的疑惑 导演说 人要有爱人的能力 很显然 杨子饰演的角色 就是那个有爱人的能力的人 偶像剧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余生的播放量能够月升18亿22亿甚至更多 大家喜欢的都是里面的甜蜜轻松